既然学习了这个数据库 那我们实际开发过程中 肯定不是通过这种测试程序 去添加学生的信息吧 我得干什么呀 是不是提供一个界面 来添加学生的信息啊 所以我现在我做一下这事 我们画一下UI界面 我想做一个学生信息管理系统 跟昨天类似的 有一个这个手机的界面 然后再来 再搞一个学生信息管理系统 明白 好然后这边 再输入学生的姓名 明白 选择学生的什么样 性别 没有没有 这就是男 然后什么样 女 对不对 答案还有什么呀 还有第三种性别吧 好 我们搞一个未知 是不是 好 然后紧急了 一点击 这是不是下边有个按钮啊 是不是就保存了 对不对 好 我一点了保存 就把学生的信息 保存下来了 对不对 保存下来之后啊 我还想做这个事 干什么呢 我再提供一个按钮 显示学生所有的信息 明白吧 显示所有学生的信息 那你是不是应该把所有学生的信息 给查询了之后显示出来 对吧 显示到哪呢 显示到下边 整个下边就是一个大框框 大框这里边呢 一行两行三行 一行两行三行 听明白 好 这就是我想做的一个事 好 那我们首先把这个UI布局实现一下吧 013 2可以吧 好 好 -v2 然后呢 我们进到这里边 注意大家 我们现在实际上唯一缺的就是这个UI界面 对不对 我们把UI界面实现一下 我们进到layout文件中 我们在这里边 首先 这是不是搞一个宽度 我们写一个fuel parent 并且我们把整个普局搞一个linear layout吧 这当然都很熟了 然后呢 学生信息管理系统 对吧 好 然后呢 它下边是一个什么 ID text wise fuel parent 高度 写readful content Ctrl-shift-f 然后来个hint 请输入 什么 学生的姓名 对吧 然后下边 是不是再来一个 请输入学生的 性别 对不对 那我一会儿要拿到这里边输入的字吧 我得加一个ID 然后这个叫ED Lame 然后下边 ED 怎么样 性别吧 sex 好 当然性别的话 应该是 radio radio group 是不是 然后这个就不要了 我揪一个过来 没有 就过来 是不是这样 好 行 当然注意 我们这个朝向时候得改一下 orientation vertical 这样弄完了之后 就好了 那这里边 大家看 是不是这样了 这怎么这么多 就两次是吧 第一次我没看到 是不是 点过去 好 radio group 那我们就叫这个叫RGB 对不对 然后这个叫 May 然后这个叫 非 May 然后这个叫 未知 是吧 这个就是 男 这个就 女 然后这个就是 未知 是吧 然后并且我们把它给朝向 搞一下orientation oriental 然后呢 紧接着这里 0个DIP 还有影响吗 wait 我们写1 是不是这样 好 下边复制一下 OK 接触完 然后再看 是不是差不多了 好 但整个 没有什么样 由于这个 y字 没有写 fail parent 是不是没有 这么整个屏幕 它这样 有个K 好 我们再来做一下 我们下边 是不是得有个按钮啊 得有个按钮 button white fail parent 高度 reful content control shift 加F 格式化 然后txt 保存 对吧 保存 然后我下边 再来一个 是不是显示 学生的信息啊 好 那保存 一点击 会执行一个 save方法吧 然后下边这个 显示所有学生的信息 unclick dsp display 是不是显示的一下 好 那一点击保存 就会执行一个 怎么样 执行一个什么样 执行这个方法 对不对 我们在这里边 做一下 好 干掉 public void test z save view v v 对不对 control shift 加上o 快速导包 保存学生信息 然后下边 是不是还有一个 display啊 握住吧 好 现在来看啊 保存学生信息 那我们上来 要做出始化吧 出始化 空间 好了 我们会写 是不是有一个 ed text 叫ed name 对不对 好 还有一个什么 radio i dio radio group 是不是 叫rgb 对吧 然后这里边 写 findview by id r.id 什么 rgb 然后就拿到 rgb 对不对 然后强制类型 转换码 好 然后大家 这还有一个 ed name findview by id r.id ed name 好 cntr1 强制类型转换 好 下边我们是不是 save 拿到他这个 tags 然后 to string 然后 trim trim 是不是 去空格啊 好 拿到这个name 拿到这个name之后 我们去判断一下 name是否等于空 对不对 eve 这个tags t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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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模板 代码了吧 然后name 如果等于空 是不是tags tags 架 make tags 第一个 告诉他 再来显示吧 第二个 告诉显示什么东西吧 就是 性能不能为空 对不对 然后写个0 0是否则显示 多长时间呢 save ok 然后 return 好 这个做完 然后走到下边 是不是还有性别啊 我们就搞一个save 默认的 我们搞一个mail 行不行 然后 rgb get check radio button id 就拿到当前被选中的一个 cheapbox 那个video 明白吧 好 拿到当前 拿到被选择的 什么样 video 单选 像 好 紧接着就是if 什么样 if这个 id 等于 id 等于 等于 什么样 r点 id点 什么样 没有吧 对不对 然后 sax 就等于 没有 然后else if 这个id 等于 fame 那这个sax 就等于 fame 好 else 什么样 else if 是不是 这个 如果他选 什么样 未知 对不对 那我把他的 性别搞成 fame 没有 没有吧 没有没有没有 男同学多一些 是不是 好 这个弄完了之后 我们紧接着是不是要存这个信息 对不对 存这个信息 我们就会 调用 dao 存 学生的 信息 是不是 那我们就会 student 什么样 dao sdao 等于 你有一个 s 什么dao 好 那这里面要个contest 我们传 this 然后sdao 点 insert 是不是ora 把这个name sax传进去就可以 OK吧 好 如果整个正常执行 这里边就来一个toast 点 make text this 保存 成功 然后呢 0.75 是不是 这一张 好 现在代码已经实现 我们去看一下 好 我们来出一个张 我们来个什么 小丽 小丽是女中学吧 等于保存 走 就保存成功 好 然后 然后怎么样 好 再来一个小丽 叫什么 叫小名 对不对 蓝 保存 这边保存成功 然后小红 对不对 丽 保存 这边也成功了 OK 这就没问题 然后我们直接再去看一下 注意 这个应用叫什么 是不是 Hanslent System 那我们 这次看 还能不能查询出来 但Hanslent 是不是有 看到没有 就有了 对吧 但也这么说 这怎么 这个还在呢 这是之前的吧 没有没有 那之前的 如果你真的不想要了 怎么办呢 你这样 你把你这个 应用程序干什么呀 应用程序给 删一下 没有 你删一下 那这样 所有的就会恢复到 最开始的状态 你这边 一会儿看的数据 只有看到你刚刚添加的 小红小丽了 没有 你重新添加它才会有 没有没有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